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2年的2月20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太震惊了 徐州那个地方不仅穷人买拐卖来的女人 而且是有钱人也买 并且是买好几个做他们的姓奴 在美国时间的2月19日 郭先生发了个盖特小视频 在小视频中,郭先生主要讲了 一,整个中国都在恐惧 整个大楼在崩塌前,有人在观望 有的人认为砸不着他 有的人则认为别人家的楼倒了 他们家的不会倒 倒了他也死不了 这种愚蠢无知的心理状态 还有中国人被洗脑后的冷漠自私 一个国家的人对真理 大字人上天全部都亵渎 这跟魔鬼已经没什么两样了 二,星期五 本来美国有一系列的行动 中共又去求美国推迟到下周了 推迟到下周就不发生了吗? 中间隔一个周末 蓝金黄打电话找人 中共现在觉得 无论用多大的交易 都得让美国派一个大使到中国去 熟悉中国 能和中共勾兑的大使 就是永远寄托在卑鄙 见不得人的手段上 蓝金黄人家 三,徐州封县八孩女这个地方 法院明文规定 被绑架的女子 不能和她的恶心老公离婚 这条能写在法院 那为啥不能把法院 检察院 他们的老婆女儿全绑了呢? 绑到别的地方去 也不能离婚 外国人还问 真有这种法律吗? 郭先生跟他们说 真有这种法律 这就是邪恶的中共 这就是比爹娘还亲的共产党 八孩女到现在 连真相都不清楚 他们不查真相 他们查爆料真相的人 虐待人家 其中一个到徐州封县 现场报道人的家人 跟郭先生联系 说这个到封县的人 被警察打踩了 在医院待了一天以后 现在在家里待着呢 连站都站不起来 他是最早要报道 锁链女的 大家在国内都不知道 这个人的名字 郭先生看了这个人的视频和照片 这个人被打得很惨 郭先生让这家人到海外来 在海外的生活费用 新中国联邦包前三年 并且给他两万的洗币 治病的费用 法治基金也会想办法解决 这个人说 封县那个地方 每年几十个年轻的无名女尸 漂流在那里 那里人都知道是咋回事 习以为常 这人说不仅是农民买 有的有钱人也买 而且买好几个 当性奴养着 就像养狗一样 共产党下八层地狱 都不会跟他们拉倒 四 昨天日本 法国 欧洲 各大媒体 社交媒体都在说 这个世界只要不进行病毒溯源 全世界的人类都要为此付出代价 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奴隶 看看冬奥会造假到什么程度 难怪他说冠状病毒来自于海鲜市场 来自于穿山甲 蝙蝠 听完郭先生的盖克小视频 实在是太震惊了 锁链女时间发酵到现在一个多月了 大家都在骂那个地方的穷人 重男轻女 男女比例失调 所以才到外边去买女人 买来的女人不愿意 要逃跑 要反抗 所以就被打 被铁链子锁住 被拔牙 没想到那边的有钱人也买女人 当他们姓奴 而且还买好几个 真是震碎了我的三观 这个地方的人也太恶行 无耻卑鄙了吧 别的地方有钱人都是花钱 包小三小四小五要出钱的 而这个地方的人只花一两千块钱 买一个女人 就可以一辈子拴着他们 就可以一辈子当他们的性奴 而且还可以又打又骂又锁着 别的地方的有钱人养个小三 小三若不愿意还可以离开 有的离开的时候 还可以拿到一笔可观的分手费 这个地方不仅想要离开的门都没有 估计若反抗强烈就被虐待死了 然后扔到河里 每年河里那么多女士 不只是那些穷苦恶心的男人扔的 肯定也有恶心卑鄙的有钱人扔的 只是扔到河里吗 没有被埋到后院的吗 这地方一年到底死了多少人 可怜这些被拐卖的女孩子 估计是有钱人 把年轻好看的 鲜花很低的价钱买走了 然后才轮到那些穷巴巴的恶心的男人 之前一直以为这个地方封村子 不让进去 不让查 进去的志愿者被拘留 不停的删帖 是因为这些官员 为这些被拐卖来的女孩子上户口 弄结婚证 属于独职罪 现在看来 不仅是独职罪 还有网上流传的 这地方的官员 也参与到拐卖妇女这条产业链上 现在看来 这些官员也有养这些女性做性奴 不一定是放在他自家的地方 因为有钱人都是跟官员有勾兑的 这些有钱人很可能是被某些官员养着的 或者和这些官员共享这些女孩子 可想而知 这些女孩子会受到什么样的摧残 这些男人所有变态的性花样 都会在这些女孩子身上实施 而且一定不会顾及这些女孩子的死活 因为这些买来的女孩子太便宜了 弄死一个扔到河里再买一个 真是一群禽兽 现在明白了 为什么全国网友已经持续关注一个多月 一直在发生 江苏省才被逼着弄了个调查组 查出来的最后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 听了郭先生说的这个消息 我对调查组最后的结果更不抱乐观态度了 因为涉及到有钱人 官员的买卖女人 养性奴 估计还会有杀人案 这个盖子要是捅开 那就是官场的巨大地震 估计整个官场都得被收拾 所以现在恶人就是拧成了一股绳 抱团不让这个真相揭开 他们已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一死就死 若是独职罪 删个户口 弄个结婚证 给管卖妇女开个绿灯这类的 也就是官职没了 替罪羊顶多弄个一两年徒刑 现在这件事的真相要是全部揭开 那就是多少人人头落地 所以这才是他们拼死都要捂住这个盖子的原因 只是徐州这一个地方帮 其他邻近的地方呢 想想就后背发凉 看看这次网友的力量有多大 这个口子能撬开多少了 但是对于最后的结果 我不是很乐观 接下来我把封线这件事情 目前的进展 网友的疑问再说一下 财新网2月17日报道 铁链女与李莹母亲曾两度DNA比对不合 报道中说 李莹母亲及知心人告诉财新记者 警方已于全国公安机关DNA样本数据库 对铁链女与李莹母亲进行过DNA比对 但并没有配对上 南城市睡庆局警方于春节前的1月30日 采集了李莹母亲的血液样本 第二天去公安就打电话告诉李莹母亲 说她与封线被锁女子的DNA样本比对 结果没有配上 所以网友的疑问是 这个铁链女当时并没有认定是被拐卖的 她的样本为什么就在公安机关的数据库里边了 因为第一个通告里边说她是本地人 不是被拐卖的 再有既然李莹的妈妈都已经抽血了 为什么不能抽取锁链女的血液样本直接做对比 为什么还要和数据库里的去做对比 而且她的样本还是在2020年入库的 难道徐州风险能看得到未来 知道两年后某网红会去封线录制锁链女的视频 还能引起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关注 于是提前两年就把她的血液样本 录入到全国公安样本数据库里 结婚证与官方通报认定的身份 都能偷粮换注漏洞败出 你默认库里的样本就是锁链女的 你说网友还能信你们吗 感觉财心就是在搅浑水 胡舒立的杂志还能会说真话吗 再有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涉及到好几个家庭了 现在为止一直都是根据网图在辨认 为什么不能把李莹妈妈李莹叔叔 小花梅的云南亲属团和铁链女弄到一起 让他们见面呢 最后再说一下农场帮忙推广商品这事 有网友要在我这个频道发布你的商品 只要是过了KYC用HP的 我都可以免费在我的频道给你们发广告 你们要把视频或者图片弄得美观点 图文介绍简单容易记得 我也会在我的GET上 还有在爆料革命所有的农场群里发 先让我们的农场战友买 因为买谁的不是买 买你们的给个小小的折扣 大家肯定愿意买 要那种能全球发货的产品 生鲜蔬菜什么的肯定不行 有个网友给我留言说 它有毛巾浴巾 这个就很好 大家都会用得着 而且还可以全球发货 只要你的产品质优价廉 再加上我们农场的推广 你肯定会卖得更好 而且还有什么开酒店 宾馆 要知道我们的战友都是喜欢旅游的 若你的酒店价格合适 我们去你的国家旅游 当然首选你的酒店 还有卖机票的 前提都是用HP支付 你们也可以向你的亲戚朋友推荐来我们农场 我们帮他推广他的产品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